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最近的天氣呢 真的這個圖看起來真的不像是我們八月的天氣 你看一個狹長的這個西南氣流 這個就有點像是我們梅雨季的時候 五六月的時候這個態勢 不過呢這個不是說什麼異常 就是一個短暫的一個現象 剛好呢這個天和颱風過了之後 整個大氣環流引發了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個呢事實上現在台灣呢 就是在這個西南氣流的這個雲系 對流雲系這個底下 所以這個雨呢就會一直不斷的下下下下下 預計呢還要下一兩天左右 另外呢今天要注意的就是說 什麼時候太平洋高要升過來 目前來看的話 的確有在醞釀的一個趨勢 可能要等到下禮拜 那另外呢今天其實要關注的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東太平洋 我們用這個換日線 以東叫東太平洋 有一個颶風這個叫做Killow 它目前來看的話大概呢會越過換日線 到這個地方來就變成今年第17號的颱風 它的名字呢還是用這個東太平洋的叫做Killow 這個是我們未來要關注的焦點 現在來看的話 它大概這個北轉的機會會比較高 不過呢大家還不必過於擔心 因為距離實在太遠了 6000公里以上 所以這個其實對我們影響來說的話 還要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大家不要太過於緊張 那接下來呢就看這個太平洋高壓什麼時候接手 目前來看的話的確是在醞釀 可能下禮拜開始 就有一個拔河 這個水氣呢會慢慢的減弱 太平洋高壓再升過來 所以很快的就會變成比較穩定 炎熱的天氣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 事實上南部的雨還是比較多 因為西南風這樣一直對著這個台灣 所以這個中南部的雨 還有整個全台灣其實都下個不停啦 什麼時候開始減弱 就是太平洋高壓什麼時候增強 這邊的水氣減弱 那目前來看的話至少還要一兩天的時間 請大家呢要心理準備 周末這兩天呢 可能盡量待在家裡 因為連續下了好幾天的雨 馬路上的這個坑洞還蠻多的 請大家 如果外出的話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雨的話明天還會持續的一個下 這個只有東半部稍微好少一點點 但是事實上西半部雨都一直下 那到了下禮拜雨呢會慢慢慢慢的減少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都還要在觀察 這不是一下子就沒有了 為什麼雨那麼大其實跟這個西南風 直接對沖的這個台灣有關 這個主要的強風軸 那加上呢有一點這個環流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低壓帶的環流就影響了這個台灣的天氣 目前來看的話真的還要在一兩天 那溫度來說的話有下雨 加上有一點北風溫度就整個降下來 這簡直就像是一個秋天型的一個天氣 春天的梅雨封面秋天的一個溫度 但是要告訴大家其實下禮拜開始就開始轉熱了 所以北部來說的話這兩天涼涼的還蠻舒服的 有下雨 但預計到下禮拜開始這個高壓慢慢接手 就是多雲時勤短暫性的陣雨的天氣 那慢慢的就會開始變得更嚴熱回到典型 夏季的天氣形態 南部來說的話也是差不多如此 就是慢慢慢慢開始在轉變當中 所以我們最後給大家很建議 這個新南氣流持續的盤踞 要到下週啦 大家下週一二開始慢慢的減少 高壓漸漸的接手 那另外呢 東太平洋的這個颶風叫Kilo 下週就開始跨界到我們這個地方 來成為第17號的颱風 短期內對台灣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請各位放心